由疫情引发的进口量激增,使长滩港的货物运输量在2021年创下历史新高。 港口官方于周四发布消息,在2021年,长滩港的码头工人和运营商供运送了938万个货柜,同比前年增长了15.7%。 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,民众的消费习惯出现明显的变化,严格的防疫措施让民众对度假、外出就餐和娱乐的需求降低。 转而购买家庭办公用品、家具和健身器材,推动了货运量的增长。 截至2021年底,进口量共增长了14.6%,出口量下降了2.6%,另外空货柜也增长了27.5%。 长滩港执行董事马里奥·科德罗表示,港口将在新的一年增加港口运营时间,提供数据分享技术并改善基础设施,以提高工作效率。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编译。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编评